11点05分 我们就准备开始 那么今天我们选的这本书 我们是来 我们来跟大家来看一下 栗山笔记 栗山笔记 栗山笔记呢 那么作者是栗山音术 问一下 如果说 如果说声音有问题的话 各位你随时 随时跟我说 那么 我来看一下 如果说各位 如果你声音有问题 你随时跟我说 那么栗山笔记呢 它这里面这是作者 栗山node 栗山笔记 栗山笔记呢 译者是张志渊 张志渊这本书呢 如果根据天下文化自己来讲的话呢 它是一个管理哲学的枕编书 它是一个管理哲学的 那么整篇书 那么它是一铁点燃工作热忱的心灵处方 是一个教练在球员教育 球队管理比赛战书运用 以及自己要求方面的内省日记 所以我来跟他跟他解释一下 他这个 这就跟着天下杂志 他们这天文化这样讲 他全书呢 共有五个chapter 泰然 逆境 毫不犹豫 坚信 不移 共同 五个篇章 每一篇下面收入了12篇文章 所以全书呢 孔孟60篇 每篇文章引用一个 或者是中国经典 四书五经啦 孔孟思想啦 或者说是这个 老子啊 道德经啊 等等啊 那么或者日本思想家的名言 和他训练比比赛后的一些省思呢 相互串联 所以基本上他是这样的 所以他基本上呢 五篇呢 他下面有12篇文章嘛 跟这本书读起来 12篇文章就没有 12篇文章 他没有说 chapter one 他就一二三四五 没有 他就每一篇里面 有几个文章 所以有时候我想跟各位讲说 这是哪一篇的 哪一张的第几篇 后来发现他没有number 但是你从 你从那个篇的名字呢 是可以看得出来 这边看出来呢 这些文章呢 有的是个人的修身 也有他领导的心得 那我个人 为什么我会选这本书呢 我来跟各位解释一下 为什么 为什么我会选上这本书呢 这本书 它是因为它是一个 它是天下文化大大学这书 然后我上网去看 它是伯克莱的百大 就是他进入百大的排行榜 排行榜我觉得应该不错 那其实我真正看这个书呢 我个人是对它带领 球员的领导心得 特别感兴趣 知道吧 就是 就是我们现在都是带着问题 去看书 如果你看说 我跟各位解释 我是带着三个问题 来读这本书 三个问题来读这本书 第一个问题就是 像这样一个名满日本的 棒球总教练 他在面对胜败的时候 他一定有比旁人更大的压力 那他该有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心理素质 那基本上 基本上我是在问这个问题 他该有什么样的心理素质 跟我们不一样 对不对 他该有什么心理素质 然后第二个呢 带领棒球选手 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说 他是leader的话 如果我们今天说他是 我们今天如果说他 说他是个leader 那么 那么他就 他的领导的艺术上 有什么更精致的地方 领导艺术上有什么更精致的地方 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 我等一下我调一下 因为有同学在表示说 我来看一下 对不起 我来看一下我们 焦距的问题 或者是什么 就是他一定有比别人 就是他领导嘛 因为我在想说他怎么带球员 你知道吗 像我个人 我个人讲的领导的课 我个人讲领导课 我常常讲说 你今天带一个白领 你带一个科技怪咖 你带7-11的员工 在工厂 那不一样吗 但带球员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边很好奇吗 然后第三 但棒球场上的情势顺息万变 这时候他该怎么做决策 棒球场上情势顺息万变 那么他是该怎么做决策 所以我基本上是带三个问题来看 你知道吧 也就是说我看这个书呢 你60篇嘛 那不可能把60篇我都帮你挑出来 那就是我带这个问题来看 就像比如说你心理素质 他有什么样的心理素质 那领导统育的艺术 他怎么领导 你说他就很有名 那那些球员可能心理上也很麻烦 对不对 你怎么领导 你看 我常常觉得我们台湾的球队的 假如各位 你刚好也是球队的教练 你除了运筹帷幄之外 你有没有想过 怎么带领你底下这些球员 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 或者说那你说怎么做决策 那我个人从这几个来看 但是我必须跟各位坦白 这本书不是那么容易看 乍看之下好像很简单 因为他也翻译的很简单 可是我看书的时候 我常想 他这篇文章到底在讲什么 你知道吗 不是说他每篇文章很长 而是说我说他这篇文章呢 跟他想的标题中间 有没有关系 他到底想讲什么 可能我们有点文化障碍 我做一个台湾的读者 那我是觉得他为什么会这样讲 或者说他里面影一段中国的古书 我觉得我读起来不是这个样子 那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样子 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心得呢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读这本书 读起来比我想的要慢 然后呢 我又发现这个翻译 不是翻译的特别流畅 有些翻译里面很日本风 你知道吗 那我读起来我还要去想一下 他想讲什么 那你说那这本书就不好看吗 也不是 也蛮好看 因为他有几个东西 我觉得蛮值得我今天提出来 跟大家分享 你看啊 我觉得他很多地方都有一些 有启发你值得慢慢的去拒绝 我们先从这个泼辣煞爽这四个字读起 你看啊 你会不会用到这四个字 泼辣煞爽 泼辣煞爽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讲到泼辣煞爽呢 泼辣煞爽你看 你觉得这几个字 如果我拿颜色来讲 它是风呢还是山呢 它是蓝的呢还是绿的呢 讲到是蓝的吧 他说始终保持清爽 它是一个风 总是抱着煞爽的心情 借此拔除内心的杂草 让心花绽放 就是你的心里要有那种 天朗气清的感觉 你的心里要有那种 这种秋高气爽的感觉 那如果今天天朗气清 如果我们配个图 它就应该是这样的 对不对 它有一种天朗气清的感觉 就说哇那心里很爽 要不然你会这样秋天嘛 咱们去看芒草 那后者应该是长这样的 泼辣煞爽 所以它可能是蓝色的 它可能是绿色的 那你就很爽的 就感到清花绽放 那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心情呢 我先讲一下 原来我想想到一个问题 像问题其实读这本书 我一定要思考我孙子这段话 孙子讲说 土有所不由 君有所不及 成有所不公 地有所不争 这是九遍篇 那么在这里面 土有所不由 君有所不及 成有所不公 地有所不争 也就是说呢 咱们在打仗的时候呢 有些部分咱们是 就有成是不打的 你知道吗 也成是不打的 那就想到说说 我正讲说是 做一个棒球的总教练 他考虑的应该是全局 不是每一场都要赢 对不对 所以棒球总教练 有的投手你可能不用 这一局就算输掉了 我要保存实力 我在后面更重要的局去打 所以我觉得当时 当这里面输也有讲到一些 那保存实力 但我就讲说 我就想看 他是土有所不由 对不对 好 那可是后来呢 我当时想说 那栗山英树 他是怎么取舍的 后来又发现了 读着读着 或者你读兵法 读着我们发现 有的时候我们不攻或者不急 不攻不急 是失败了 没攻下来 赶快踩边战略 最后赢了才发现 这其实也可以不攻 所以你知道吗 也就是说 你说这个土有所不由 君有所不及 城有所不攻 对不对 那我们讲说 城有所不攻 我可能是一开始 我可能觉得就不攻 那也可能 我事后的自圆其说 对不对 有没有可能 可能自圆其说 我就是我一开始 根本没攻下来 没攻下来 那最后我算一算 其实有些东西 也可以不攻 也可以赢的 那我就解释了 那当初有什么不攻呢 那其实我 其实我是打不下来 那我说 没有没有 我就是呼吁不到 那都不重要 重要就是 那你改变战略的时候 你心理上怎么调整 这才是我的问题 心理上怎么调整 作者呢 说他每次打败的时候 调整战略 靠的就是这个自我调整 叫做泼辣杀爽 他说 例行比赛有143场比赛嘛 那么只不过输了 其中一场而已 下场一定要获胜 各位你如果说第一次参加 我们读书会什么 你也想 一般来讲 如果我用标凯体的话 那是我的意见 或者我summarize 这个作者的意见 但是我用微软正黑体的话 那就是书上的原文 虽然有我常常都会 都会附上这个页嘛 我让你可以去找嘛 他说例行赛有143场 只不过输了其中一场而已 下一场一定要获胜 他说呢 他说我像这样正面思考 从脚边抬起目光 除了自己之外 我也能带给身边的人正能量 耕心田 应该是每天朝气蓬勃生活的第一步 你的心田 你每天要耕耘你的心田 让他心绽放的花朵 他说你看像我这样正面思考 从脚边抬起目光 怎么样脚边抬起目光 他本来头是低的嘛 他看的是他的脚嘛 从脚边抬起目光 好好看上阴上蓝天白云 他除了自己之外呢 我也能带给身边的人正能量 耕心田 应当是每天朝气蓬勃生活的第一步 所以这个就是我学的第一个就是 他作为一个总教练 他心里当然有压力 他当然也是怕输 可他输的时候 他能很快的调整 泼辣萨爽 你让你的心情是个泼辣萨爽的一个心情 那这个泼辣萨爽的心情 那本身应该就有助于我们的正能量来更新田 我觉得这点很可以学 好 逆境这一章呢 还有一篇讲叫做全盖天下 这篇就是我花了时间一点时间来读 我就觉得这边有点 一开始有点不太读得懂 你知道吗 逆境这一章里面它有很多篇嘛 全盖天下 这篇的标题就说 全盖天下 然后能不失天下 什么意思 全盖天下 然后能不失天下 这话什么意思呢 这是中国兵书里面 六涛里面的句子 六涛里面的全文是这样 他说呢 文王问太公曰 何如可为天下 何如而可为天下 太公说呢 江太公就说呢 大盖天下 大就是无私 你无私能够覆盖整个天下 大盖天下 然后能容天下 信盖天下 然后能约天下 人盖天下 然后能怀天下 恩盖天下 然后能保天下 全盖天下 然后能不失天下 事而不宜 则天运不能宜 十遍不能迁 此六者备 然后可以为天下正 所以当时讲 大盖天下 信盖天下 人盖天下 恩盖天下 权盖天下 对不对 那权盖天下 那这个后人解释说 这个权呢 是道德而来的权威 那你不是说我光是靠威权吗 所以我如果今天 我因为最后 我人讲说 那根据这个逻辑啊 那这个权呢 那是道德 道德而来的权威 能够盖天下 他基本上就有一个感觉就是 天下为公嘛 无私嘛 是吧 就是 所以他这句话 所以你可以看作者 他是怎么解读的呢 我首先就看到 作者这一篇的内容 跟标题 好像不是那么直接相关 我就看他的标题 写的全盖天下 内容在写什么呢 好 他内容第一点呢 是说 领导 预示都要做好 最坏的状况的假设 就是如果 他他内 就是你 你讲的 立山诺斗 立山笔记这个书呢 他有的时候一篇 他可能不是很长 对不对 可是他虽然不是很长 可是他那一篇里面 可能有好几个点 有一个点 跟他的标题有关 有个点 有点没关 他现在是从这一点先讲 他首先先讲啊 他说领导者预示 都要做好 最坏状况的假设 这样要是真的发生的结果 也不会太惊讶 没什么了不起 对不对 我告诉你 他重点在后面呢 他看起来没什么了不起啊 你说好像做好最坏状况 如果这样发生的话 也不会太惊讶 也不能这样 我觉得他后重点是后面 他为什么讲不要太惊讶 你知道吗 他重点说 他当然他讲说 做好最坏状况的准备 也不等于到时候真的能看开 这句话是没有错 不等于真的看开 但作者下面这句话讲的非常好 讲什么呢 他说尽管我轻描淡写的书要看开 但实际并不简单 被急出安打的那一瞬间 就是他的头手丢出来 结果对方打住安打 他有时候我仍然会面露 天哪 这种表情 他说假如电视转播的摄影机 捕捉到那一瞬间 被选手的家人看到 说不定会被误会成 哎呀 丽山总教练不喜欢我儿子 或者不喜欢我丈夫 不喜欢我兄弟 他说牛棚里面也有电视荧幕 所以正准备接下来投球的投手 也会心想 哎呀被急出安打的话 总教练会露出这种表情啊 对不对 他说为了避免事情变成那样 准备很重要 事先想好下一秒的方面 我告诉你 这才是我觉得感动的地方 我们平常 你说哈 我们假如今天当个总教练 我就想吧 最坏的打算 对不对 我们常常讲说 好 我如果今天打赢了 我是怎么样 我如果这局打输了 我怎么样 打输我有什么最坏的打算 一点两点 我们各种不同的想定 对不对 这就是讲的scenarios 各种不同的想定 这个想定我怎么做怎么做 对不对 我从什么角度来看 我从我的战略角度来看 对不对 我从我的战略那个想定 但是问题在哪 问题作者不值得光从战略角度来看 作者是要来看说 他说你如果说事先没准备好 那你就会很surprise 虽然你那个脸就很难看 对不对 那你那个脸很难看 脸很难看 如果被camera捕捉到 那会影响到你球员的士气呀 很精致吧 他你的脸的士气 那你的球 球员也许没看到 球员在场上都没看到 球员的妈妈看到了 哎呀 总教练不喜欢我儿子 那以后还有前途吗 在牛棚里面那些人一看到 哎呦糟糕 刚刚被打出干打 原来长官的脸是这种表情啊 他等一下我上去的话 那我怎么打呀 那所以栗珊就说 我的表情会影响到后面这些东西 所以我要克制我的表情啊 那我怎么克制我的表情 我就预先想好 可能会有这样最坏的状况 想好可能最有状况 我的表情才不会太惊讶啊 哎我看到他天哪 他是这样讲的啊 我没想过 你知道吗 所以这段看起来 我就看起来 栗珊呢 不只是一个懂得 调兵遣将的教练 他更懂得领导的细微之处 这是一个 你觉得一个球场上的一个教练 他怎么有这么精致的想法 我说也很少 很少有教练像他这么细腻 知道吧 这是我都这么说 我觉得蛮感动的 第二点呢 就跟标题有点关系了 就强调无私 所以他这一篇嘛 全盖天下 然后不适于天下 他这篇无私 我讲他盖天下 盖天下 盖天下就是我能够大功无私的 涵盖到整个天下 他强调是无私 无私呢 他说呢 在组织生活中 我们会面临要舍弃私人情感 去执行事物的重要性 为了不将个人的情感 具优先地位 我努力摒弃私心 他有私心呢 他当然有私心 对不对 所以他有私心 但是我努力的摒弃私心 那这一点就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重要 你说呢 摒弃私心 不将个人的感情至于优先地位 我努力摒弃私心 他什么什么私心呢 什么私心呢 作者讲了一个例子 他说呢 2018年的一场比赛 7局上2比5 作者呢 就他的火腿队落后3分 好 落后3分 这时候一出局 一二雷有人 火腿队有得分的机会 来到出场打击的呢 是一个左打者 手方的投手也是左头 那这个左头 被称为左打者的杀手 最坏打算 就是左打者被干掉 对不对 所以火腿队的选手 也做了最坏打算 那就是我们打不赢 栗珊说呢 这时候他考虑换代打上场 改变情势 换代打改变情势 他说呢 他希望能够散发出一种 所有人一起奋战 接下来要获胜的这个讯息 就不是说你所有责任都推给左打者 我们一起要接下来获胜 不是呢 这个代打者后来没有得分 火腿队后来还是落败 落败 落败的作者就讲 他说我认为啊 当你拨去追求自身利益 和提高自身荣誉的私心的时候 你最终会产生出帮助他人的愿望 他说作为火腿的教练呢 让这支球队取得胜利 当然是首要目标 但是看到每位球员真正的成长 这才是最大的喜悦 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吧 他他你说你说这个coach 那什么叫做coach 他说你看哈像像立山像像像我 你看哈假如我今天是个总教练 对不对 我铭满日本吗 那请问那我当一个总教练 我铭满日本的一个一个总教练 那这时候我当然在乎我的reputation 我今天打得赢打赢 你说我今天在打落 我在调兵遣将 我当然希望赢 那我想的都是什么 我想的是我的荣誉啊 可是立山的好几篇里面都在讲 他在调兵遣将的时候 他要平气这些私心 他想说我怎么样调 我要让球员有过最早 最好的历练和成长机会 他说看到他们这样成长 我就很开心了 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 我们当长官的不容易啊 你想想看如果我是一个教练 我如果没有成名也就罢了 你有发现假如我今天是成名的教练 我们走每一步都步履为坚啊 我每一步都在想到 我今天打的赢打的赢 会不会影响我在国人眼中的声望 国人还会不会认为 我是立山总教练 多厉害多厉害 对不对 那他如果每天想的 都是他怎么样掉面浅腔 他必须表现出很厉害的一个教练 而没有想到去带领底下这些球员成长 他就是私心呢 他就私心 所以他那篇文章 虽然你看 虽然我说他这个文章 你说跟他的标题没什么关系啊 但是他这里有这样关系 所以他讲到两点嘛 一个就想到最坏的状况 对不对 他想到最坏状况呢 然后他就讲到 你看左打被碰到 被左头给干掉 是最坏的状况 但是我们总希望说 既然是最坏状况 那我还是派几个上来代打 那代打如果没有成功啊 别人一定会怪我 对不对 那怎么代打没成功呢 那可是我重要不是 我既然觉得这块状况 可能赢不了了 我就让我其他成员上来成长嘛 练习嘛 他说看到每个球员 真正成长 这最大的喜悦 那么全盖天下 然后能布施天下 就是一种大功的精神 我告诉你这篇不长 但这篇我看了好几遍 我在堂上讲说 我要当总教 我做不到啊 我做不到 我会被我自己的reputation绑住 我做不到啊 但他蛮有意思啊 或者在书中的很多地方 都谈到 你做个总教练啊 不要把自己的荣耀 跟面子放在前面 当然你也可以讲啊 以他今天是 你们日本的 这样到了这样的地位啊 已经这个荣耀面子 已经well established 无所谓了啦 他输一两次没关系 他不会觉得他不好 他的好已经根深蒂固了 对不对 但是有的时候 也许你没有到 第三种地步 你没有这种自信 所以你还是安判了啊 但作者谈到 忍者不忧啊 忍者不忧这篇 他怎么讲 他说呢 秉除不想被人视为 无能的总教练 不想砸了自己的招牌 等忧虑啊 对这个部分 他就心里想呢 哎 这个部分或许比较强啊 对手这个部分 或许比较强 但如果这样作战 就能补足那个部分 等等 就是他说 我如果不去想这个 reputation 我只是非常专注的 想出这个能力啊 然后呢 我可能会慢慢慢慢成型 啊 他说你看 对手这个部分或许较强 但如果这样作战 就能补足那个部分 这种想法逐渐成型 专注于集中精力 最大限度发挥火腿对的组织强项 心中就不会蒙上一片迷雾 就是你 你如果今天 你如果今天专注你自己的reputation 你专注reputation的话 那没有 那你基本上 你就你等于就是等于你砸了自己的怕怕这招牌 你可没有用招牌 但是我就想要说 我想让他那个比较蒙上天迷雾 对不对 我就想要怎么捕捉那部分 怎么捕捉那部分 他说若以忍者之心 忍者之心 优先考虑他们 他们就是求援了 成长 而非自己的利益 就不会犯自私的错误 对吧 若以忍者之心优先考虑他们的 他们就是他们的成长 而非自己的利益 就不会犯自私的错误 所以他说叫你 你不要犯自私 你老想的你的自私 所以他在讲说呢 你看 所以他后来讲说这一篇呢 作者用论语 智者不惑 忍者不忧 勇者不惧 作为偏名 那智者勇者 都比较好了解 对不对 所以我是刻意看 他对忍者是怎么理解 就他把忍者理解为无私 我觉得很棒 因为你看 智者很容易嘛 你智者你怎么去找知识 智者很容易理解 对不对 勇者嘛 他就讲说你做一个总教练 你不要有报复平和之勇 勇者无惧 所以智者勇者 都还比较容易理解 那忍者怎么解读呢 忍者怎么解读呢 就他 他他他他他他就讲 他就把忍者解成无私 啊 就是 所以他好多地方都谈到 无私 无私 啊 不容易 无私心 在作者的价值观 跟领导哲学里面 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这真的非常不容易 无私心 作者在书中 也谈到了 他做决策 他做决策 他就两个字 一个是颠覆 一个是速度 我就是从他的这里面谈到做决策 他好几个人做决策 比如说啊 你看 你看他做决策 可能跟我们学者做决策不一样 我们学者做决策 我可以慢慢想 对不对 可是桌上做决策 那怎么做决策啊 在战场上怎么做决策啊 你顺其万变呢 那么这个都是球场上制胜的关键 那怎么颠覆 怎么叫速度呢 他怎么讲啊 做第三章中有一篇是论语 下面这就是标题 他说 知之者不如好知者 好知者不如乐知者 什么意思啊 论语这句话什么意思 做这体会 所以他说呢 他说与其追求知识 更重要的追求喜爱的事物 并享受其中的乐趣 这才是进步的关键 就是你读书啊 比如我们今天晚上读书 我们今天晚上读书 你不是光读书啊 你说你读书 你喜欢知识 你要enjoy啊 enjoy 就是你要能够享受那种 追求知识的一种快乐 那种乐趣 你要有乐趣 那才能够创新 那才能进步 所以好知者不如乐知者 你享受这种乐趣 那乐趣怎么来呢 乐趣怎么来呢 他的颠覆跟创新 就是享受其中乐趣 他说呢 朝着别人给的目标前进的时候呢 总会在某个地方遇到了限制 即使那是自己喜欢的事情 也因为无法享受其中而受到阻碍 他说呢 他我是基于如果怀疑尝试 就会产生新事物的信念 并且在创意基础上思考更多的事情 他challenge尝试 你怀疑尝试嘛 你怀疑尝试 你如果觉得尝试嘛 这conversense的事情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我们怎么可能创新呢 所以他说 那么我一贯的主张 他说就是 如果被棒球的尝试牵着鼻子久 就不会产生雀跃感 他的意思说 你看啊 乐志嘛 高兴嘛 我去追求知识嘛 那我追求知识 我追求新鲜事物 我能被尝试牵着走吗 如果什么事情都是尝试 那我就在框框里面走 我会有乐趣吗 所以你不要被强尝试这种 你去追寻这种 他去颠覆嘛 对不对 你这就是颠覆 颠覆 你不要被尝试 永远challenge这些尝试 然后他去不断的颠覆 他才能创新 他能进步 才享受那种雀跃的乐趣 颠覆 不容易 年纪大的人还能够颠覆 不容易 明满天下 我们常常发现最大问题就是 比如说我过去用这招我成功了 我成功了 常常就会变成很保守嘛 我当然保守嘛 我成功了嘛 我成功证明我的想法就成功了 我有这些声望 那我干嘛没事找事啊 我就继续走我原来的路就好了 继续我成功的方程式 不是就可以了吗 对不对 我继续成功的方程式不就可以吗 那可是我现在觉得我颠覆啊 颠覆才乐趣啊 哇 那决策是颠覆 那颠覆决策 所以他常常想出很多新的策略 棒球掌上 你如果说太阳底下没新鲜事 那你看看栗珊 他这个笔记 他里面很多他想的战士 那当然有些 有些几棒几棒的 那我们也不是棒球专家 也没有那么熟 但是你可以想到 他里面颠覆了很多的 一个棒球的战术 很厉害 从速度而言 栗珊的从老子的天之道 其由张公语讲起 这句话 这个老子《道德经》里面 这句话 我告诉你 这句话我也读好几遍 因为我觉得栗珊讲法 跟我们传说不一样 老子的原文是这样子 天之道 其由张公语 高者亦下 下者举之 有余者损之 不足者补之 他这句话 老子原来比较容易讲 他这句话意思是说 自然的规律 不是很像张公射箭吗 闲拉高了就把它压低一些 低了就把它举高一些 拉得过满了就把它放松一些 拉得不足了就把它补充一些 就是我们传统解释就这样嘛 天之道 其由张公 那天之道就跟张公射箭不是一样吗 高者亦下 下者举之 有余者损之 不足者补之 本来就是这样嘛 比如我们都这样读的嘛 可是栗珊 他是另外一种读法 栗珊读法 另外一种解释他说呢 这是老子针对事物道理所说的一句话 其中使用了如拉公射箭的比喻 教人理解往反方向前进 也就是说拉公射箭 你那个弦是往后面拉 但是箭是往前走 对不对 所以他的讲法是说 如拉公射箭的比喻 教人理解往反方向前进 那他决策时候 怎么叫往反方向前进呢 他怎么解释 怎么怎么elaborate 怎么解释这一段呢 你看他是这样讲 他说这个解释 跟一般解释不一样 但也有发人深省之处 作者说呢 在一场求局 我们常常没有时间慢慢思考 对不对 所以他特别讲到决策的速度 没有时间慢慢思考 他说在这个求局中 这个分数差距 这名打者 这名跑者 守备位置稍微后退点比较好 或稍微前进比较好 他说如果我花时间整理这些情况 虽然不能保证结果完全正确 但我肯定得到答案 就说在球场上 有很多的information 那这些资讯很多 比如说这个球的 这个打者的打击率怎么样 这个跑者应该怎么跑 他的位置摆哪里 那我怎么去算 他是前进 后面他怎么样拼起来 能够打赢 对不对 有这么多的资讯 可是如果我能够有这么资讯 仔细评估 就算不能保持正确 我可以得到答案 他说理论上决策是这样 对不对 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 对不对 然而在实际状况 在瞬间发生状况 没有足够时间做出决断 局势可能跟预测不一样 你讲半天 可是在实际状况 是瞬间发生 瞬间发生 理论上你在教室里面 你都会 可是他没办法这样做决策 那怎么办呢 李先生说 这时候他会去看看对方总教练 去判断他会怎么做 然后反过来想自己的战略 所以他为什么想反过来 就是我没时间做决策 我要快速做决策 那我没有时间 我又需要快速怎么办呢 很有趣 他说我去看看 人家怎么想 他是说呢 当我下意识的皱紧眉头 感到困惑的时候 我会将目光转向对手的总教练 接着脑筋忽然闪现一道明亮的灵感 不再考虑我们应当如何防守 而是从对手的总教练 可能不喜欢什么的前提出发 答案往往迅速浮现出来 这就是开弓射箭 箭弦是往后拉 箭是往前射 反过来思考 很多事情是反的 或者你说是平衡的 有后就有前 对不对 所以他讲这就很可以想 你看他说我做决策 我来不及做决策 怎么办呢 我就看看人家在想什么 他会怕什么 那我就这样做 对不对 所以对手总教练 可能不喜欢什么的前提 当然往往就会迅速浮现出来 好有趣啊 原来要不然你说我们也没当过总教练 那在棒上怎么做决策啊 对不对 毕山董给他经验讲得很好 他说呢 将始于相反的事 落实于日常的行动中 会让人具有发想的宽度 就是好像相反的事情 我老实讲相反相反 我的整个方向我的宽度会变宽 不要心想这个案例就该这样 你以僵化的价值观判断事物 不要以僵化的价值观判断事物 而是意识到相反的那一面 就能遇见不同的景色 你说就这样 所以你看 他的一套东西 他就是挑战尝试了 挑战尝试才有乐趣嘛 不要被绑死了 然后很多时候 我从对方总教练的眼神 他的想法反过来想 那我会怎么做 所以很多事情反过来想 意识到相反的那一面 所以这样总结 把它变大来讲 相反那一面 你就可以遇到不同的景色 你看这描述的多好 反过来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色 对不对 你的整个 你的发想就有宽度 都是这样 对不对 毕山非常动静人 毕山非常动静人 他说什么呢 他说不暴时成见 不被人们视为常识的战略战术 牵着鼻子走 不能欠缺身为棒球人的观点 他重要是棒球人嘛 对不对 但就顺序而言 首先是善用人 其次才是棒球 最后才是战略跟战术 你觉得当一个总教练 你是棒球教练 你觉得哪个摆在最前面 他说人摆在最前面 所以他 所以为什么这一本书 他不是讲棒球 他在讲leadership 你知道他他里面 你如果去看这本书 他前面几篇有的时候讲内心的修养 内心修养 我今天就没有再跟你多分享了 你自己看吧 修养的心灵机上的书很多 那可是我是看他怎么带人呢 对不对 怎么做决策啊 所以我前面不是跟你讲说 我看这本书 我选这本书 跟各位一起来读 来讨论 因为我是带了问题去的嘛 我就想 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家 怎么当领导 对不对 我们甚至也看过 宗教家怎么在领导 我就比较少看到 一个棒球总教练 他怎么在领导 你知道吧 而且我觉得他基本上他读很多书 虽然他读书的方法 他体会跟我们不见得一样 可是我也可以从他的体会里面 顺着他的逻辑去发想 一遍两遍读 那很有意思 你看他在讲人 你看我再讲例子 我再挑个例子给你看 他的人 他的人呢 在1197也谈到 宗田翔的例子 这本例子 我读起来 我也是有感觉 宗田翔 这怎么会 反正就是一个选手了 宗田翔是非常优秀的选手 栗珊一直拿他担任第四棒 你说棒球比赛 第四棒是非常重要 那也就是说 最重要的一棒 我交给我觉得最棒的选手来做 对不对 栗珊说呢 如果翔打击不到输球的话 那就是我的责任 就是他甚至把他自己的声望 跟宗田翔这绑在一起 而且我让你们都知道 宗田翔是我中金挖来 或者宗田翔这人非常棒 那我最重要的打击 第四棒一定是宗田翔 那宗田翔没打好 那责任是我 天哪 你是宗田翔 你压力大不大 你压力大不大 对不对 那球迷也都知道 只要栗珊英树担任总教练 你填宗田翔就是第四棒 也就是说 这就是栗珊总教练 他养的第四棒 就是他们两个 是命运共同体 几乎绑在一起 对不对 可是2016年6月 有一次关键的比赛呢 在两出局 一二雷 有人的局面下 打击顺序 到了中田 可是中田的状况 却非常不好 两出局 很关键了 一二雷 有人 那两出局 一二雷 有人 那你今天要扳回来 你是落后 中田压力很大 可是偏偏 那个当口 中田翔的情况 很不好 过去几个比赛 他情况不好 那怎么办呢 情况不好 这时候怎么办 这时候怎么办 你说 你说中田翔的压力大 我是教练 我的压力也大 那大家也都知道 我会用到中田翔 而偏偏中田翔状况不好 那我知道 球迷不知道啊 那你想想看 你如果这个时候 把中田翔拉上去 放上去 大家都知道 哇好棒啊 中田翔来了 但是中田打不好啊 那以后中田 还要不打第四棒呢 他自己的信心 会不会整个被打击 击滑 那都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所以我看到这段 我也想 那栗山会怎么办呢 那栗山呢 派了十叶签字带打 后来 那么四坏球保送 交给了下一棒 他没有让中田来 他的状况不好嘛 对外就说 中田身体不适了 什么的 隔天起 栗山连续两场比赛 将中田由先方球员提出 两场都没用他 那状况不好 那状况你怎么样 而且 但是你想想看 中田翔 你让他上来 他的压力很大 对不对 那你把他 你不要他打 他的压力也大 球迷都晓得说 那长官就是要他第四棒啊 那你不释放 你是不是失宠了呢 那我怎么跟中田翔 解释这个事情呢 因为他 我晓得他如果上来 但是他表现不好 他如果打败了 他的信心 他的声望 怎能被摧毁 可是我不让他上来 他也觉得靠 那应该是我的啊 那是不是这个第四棒 又换别人呢 那我怎么跟他讲 我换还是不换 我怎么讲呢 下面立山要怎么跟中田说呢 他说立山讲说 我隔天叫中田到总教练室 拷出心中的纯真 我想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面对他的心 所以这一篇 他基本上讲的就是 你的本性 你的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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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必 我什么时候我就跟你讲 坦荡荡 不要给钱 不要去想很多理由 来装饰你的想法 他说呢 他背负第四棒的重则奋战 他说我接触到这个男人的苦恼 还内心纠葛 尽管如此 我告诉他 我信赖你 如果你认真的比赛 输的话 我都能接受 他说 即使他现在听不进心里 也无妨 我相信只有一天 他会深深的有所感 所以立山就说 碰到这样子一个 不想该怎么讲的一个状况 我就用最真诚的方法 我会跟他讲 我会跟他讲 而且我跟他讲 我相信你 我相信 就是你 你内心一定有纠葛 对不对 就像我们刚刚 我们做旁观者 我们都能想象出那种纠葛吗 对不对 他上来打 他第四棒上来打 你的压力多大 万一你状况不好 你打败了 全场一直 那以后你第四棒怎么打 跟你不上来打第四棒 你想说那是我的 以后是不是被别人给占了呢 好了 那长官就讲了 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吧 但是以后你就好好打 你就算打不赢 我都可以 就是你看输的话 我都能接受 就我不要给你压力 意思是说 还是你的 懂吗 第四棒还是你的 但是你就好好打 如果你尽力了 那输了我都能接受 不要压力 好好打 不容易啊 但是他也知道 钟天祥可能后来 钟天祥是接受了 那么根据他讲的故事 后来钟天祥是接受了 这个事实 也没有怪立山 就我一直在想 我们如果是个领导 当然也许我不是一个棒球的总教练 但是我如果碰到像立山和钟天祥的这种case 我会怎么讲 我敢不敢讲 或者我会觉得 我叫我底下 你去跟他讲 或者大家心里对我疙瘩 都不愿意讲开 会不会有这样的状况 你知道吧 有的时候难就难在这里 那立山就讲说 他就是用本真嘛 他是用本心 非常纯粹的 一种想法 我就跟你讲 就这样 这种最纯粹的 这种纯真呢 最简单 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这一章呢 立山其实要坦述的 就是非常纯粹的 对不对 就是森信三 就是日本哲学家森信三 在修身教授录中讲的天真 作者说天真就是自然不讲事 也就是说 我今天跟钟天祥讲 我就是自然不讲事 他说领导碰到棘手的问题 要学着用真诚来面对 我们都会碰到棘手的问题 但是要学问忠诚面对 他说如果自觉到自己心中的天真 就能对所有人和善 亲切待人 他说希望对方变好的心情 会胜过不想被对方讨厌的心情 就是我们心情都想到说 不想被他讨厌 那我心里不想被他讨厌 不想被他讨厌 那你就会很隐藏你的本性 你会讲到一些假话 对不对 可是我如果心里想到说 我就是希望他变好 我希望他变好 所以我很真诚的跟你讲 我不要去想说你会不会讨厌我 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希望能够变好 他说这样的就能解决很多棘手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天真的也是非常好 栗珊跟钟贤强讲话 应该就这种心情 比较好 作者还讨论了森信山另外一句名言 他说人唯有自己察觉并且克服之事 才会真正成为自己的力量 这句话又有点意思了 这句话又有点意思了 森信山认为知识跟经验是不一样的 我们需要自己思考 自己面对问题 经历失败 亲自解决 才能够触及问题的本质 所以唯有自己察觉并克服的事 才会真正成为自己的力量 我自己察觉 我察我那么就是经验 所以后来这个栗珊就讲 他说他从森信山这里就得到一个启发 他说作为教练 我通过不断失败来累积知识 因为知识就是我从经验 经验里面才累积知识 我从不断的失败来累积知识 作者发现他累积经验越多 在决策时注意到的细节越多 结果越难做决策 这也有意思 他说你看累积的经验 我失败 我累积很多经验 经验后来变成知识 那你很多经验 那你很多知识 可是我越来越多经验以后 很多事情 我年轻时候看的事情 就是这样 可是我现在很多经验 哎呦 我看到很多细节 那你看到很多细节 看到很多细节 你发现 慢慢慢慢就是见书不见灵啊 你好多细节看你很难做决策啊 很难做决策 这时候怎么办呢 怎么办 他说因此啊 棒球既有趣又困难 他说呢 我能做的是基于棒球 没有答案这个前提 不依赖知识 他一方面讲说 对我们是要累积很多经验 对不对 光是书本上知识没有用 我累积很多经验 经验慢慢变得也许笨入我的知识 可是如果光靠这些知识 我又不晓得这么做决策 是没有答案 没有答案 不依赖知识 他说请听他人意见 会让人有所感悟 有时候脑海浮现的问号 会因为某个人的建议 而变成惊叹 唯有自己察觉并克服之事 才会成为自己真正的力量 但是应当采纳身边人的意见 看到没有 他基本上是两块 他说呢 我今天 一个就是身心三角的 我今天不是读书 而已我今天发生问题 我自己克服 我克服以后 我今天就有经验 对不对 好 那我既然有经验 可是你也不能完全依靠这个经验呢 为什么呢 因为越有经验 你越看到很多details 看到很多细节以后呢 不会做决策了 忙了 这时候没有答案 怎么办呢 听听别人意见 听别人意见 因为某个人的建议 我原来自己卡死的 我的问号会变成惊叹 听别人意见 所以他说应当采纳身边意见 那么作者呢 从他担任总教练经验 点出领导者该有的精怀 可以作为读书会的总结 第四章呢 《坚信不倚》中 有一篇 他以江户中期儒学家 笛声除来的名言为标题 他说所有居上位者 不宜有擅长的领域 不该有专业领域 他说笛声是德川幕府 第八代将军 德川集中信任的人 他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闲守某个领域 纵然不骄傲自大 看清别人 不肯采纳他人意见 乃是人之常情 为了能够坦然接受 下位者的意见 你最好不要闲守某个领域 这也很有意思 我如果对这个东西很熟 我觉得我是这方面的专家 那你今天是下位者 你要跟我讲的话 我根本不会听啊 我是专家嘛 你讲什么呢 我这敷言你 好好好 我也不会听啊 所以笛声除来的一个名言 就是说句上位者 不宜有擅长领域 他就讲说 如果你闲守某个领域 对不对 纵然你不会骄傲自大 但是你看清别人 不可采纳他人意见 仍然是人之常情 你说你不骄傲 但是不自觉间 你根本不想听别人意见 你看 所以他的前面讲说 我们自己克服 我累积了很多很多经验 对不对 那很多details 我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你要听别人意见 那这里面其实也在强调一点 你最好 你除了累积以外 你不要说专门在哪 因为特别熟 你特别熟悉 结果你根本不会听别人意见 那天没意见 对不对 他说比赛的时候呢 他会毫不诚意的听取教练意见 但是 他是总教练 他有很多的教练 所以他是说 他会听教练的意见 但作为总教练 他就完全放手了吗 也不是 你说完全放手 也不是 他说呢 话虽如此 注意哈 他说 我不会完全交给教练决定 我会下最终的判断 然后呢 他不断学习 替那个判断背书的知识 就是我为什么会做这判断 因为我有什么知识 他还是会学习 所以你不要以为 我听别人意见 我就不学习了 我就没有知识了 不是 他还是会去学习 替那个判断背书知识 此外呢 我不会将所学到知识盲目运用 而是仅提供另一种观点 我会相信底下的人 但是我会做最后的决策 但是我不是把我的想法 去强加在你身上 我提供另外一种观点 他说 在我成为总教练后 我开始对于正确的事 进一步抱持乱疑问 他说 我曾经学习去了解什么是正确的 但从2019年开始 我试着不去了解什么是正确的 而试着自问 是否有更好的方法 他说 你看2019年以前 他自己也是一个脱胎换骨的成长 以前他话很多经常讲说什么是正确的 他说现在他不去想什么是正确的 他是想说 是否有更好的方法 所以他是open的 如果你想到什么是正确的 你是封闭的 你知道吗 所以这句话 这句话也很有意思 所以你去看 什么叫正确 所以他你看 他最后引用松尾芭蕉的名言 他说松的是向松学习 足的是向朱讨教 他的意思应该是 不能不懂装懂 他容易迷失自我的时候 下决断迟疑的时候 求对位能交出成果的时候 我会重新思考 敌生除来的名言 就你最好不要有专场 坦白讲 松尾芭蕉这个话 以前我们也读过 松的是向松学习 足的是向朱讨教 那请问各位 你们以前读松尾芭蕉 这个牌剧 想要学这个诗 那你有想过什么意思吗 我告诉你 我没想过 松的是向松学习 足的是向朱讨教 好像很有禅意 那到底什么意思 你放在栗山诺朵 这四本书里面晓得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就告诉你说 你不要什么都懂 松的事情你不懂 你问松 竹的事情你不懂 你问竹 对不对 那我今天既然是总教练 我要让底下人 发挥他的长处 我不要 那我要听他们的意见 我不要什么都 都预先做好了 有成见 所以他说 你不要有特别的专长 所以他就跟他底下教练讲 我既然聘你们来当教练 我对你们完全的信任 对不对 那你又问了 那如果聘他底下当教练 对他完全信任 那我总教练我当假的 那我都听他们讲好了 那谁把我总教练放在 放在先人里呢 所以我还是要做 final decision 最后决策是我 我听你们 你们提建议 我提出决策 那我提出决策 我有没有经验呢 我有啊 我有没有知识呢 我有啊 可是我不会把你的知识强加在你身上 我只是提出有没有一个更好的方法 我是提供second opinion 对不对 我没有说我长官一定都会 我提供另外一个意见 对吧 提供另外一个意见 然后呢 然后他讲说他自己内心的调整 以前都在讲什么叫做正确 但是现在从来不讲什么叫正确 而是说有没有什么东西更好 看到没有 这个是他的成长 也让我们学到 他在整个决策的过程里面怎么待 而且以他这么高的位置 他怎么做到最紧急的关头 做出最快的决策 他怎么顾虑到每个球员 他的整个心情 他怎么修炼他自己的一个心境 做到泼拉撒爽 所以这本书呢 我是建议各位可以读 但是呢 还是你用我的这种读法 就是带着问题去读 你想看什么 等下我把讲义再泼上来 大家就可以看到 看什么 就是我看三个问题 他的领导 他的决策 他的心理素质 那你说我想看别的也可以 但是我就提醒各位 有些事情呢 你要想来想去 那书啊 看起来是六十遍 每一篇很短嘛 可是从他的标题到内容 你要想过来想下去 他一个一篇文章里面 他不只是一个message 他可能带了两三个message 而两三个message 怎么串起来 跟他的题目能够相互应 而他题目的理解 有日本人讲的 有中国人讲的 那他中国文化的这理解 跟我们传统理解 可能又不太一样 可是他讲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那从这样的反过来想 所以我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来读 但是我就把我的那点心得 跟大家做个分享 好吧 我想的时间也刚刚好一个钟头 那我想我的分享的部分 就到这里 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来看 那我就停止共用 好 那么如果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或者暂时没什么问题 反正我就会把我的这个讲义 我把它整理一下 把它就破在 就破在我们的群组里面 好不好 好了 那如果没有 那我们就就到这里结束了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个月再见 拜拜 谢谢老师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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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